7月10日,中国第19批福利巴内维和部队在云南与西和广东惠州同时举行成立即出征大会,由南部战区陆军和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抽调的多工人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共计410名官兵整装待发。 受国际疫情影响,他们将集中隔离14天,随后从昆明出发,乘专机飞往黎巴内任务区,与第18批任务分队展开轮换交接,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此次赴黎巴内维和部队中有6名女扫雷作业手,他们将携手走进异国他乡执行扫雷任务。 队伍中有2名00后也是中国首次派出上等兵执行国际维和扫雷任务。 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扫雷作业,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刻苦训练,通过了选拔,我感到很激动,同时也有信心和能力去接替首批复利维和女扫雷作业手的工作,完成好维和任务。 为有效应对国际疫情影响和任务区严峻安全形势,中国第19批赴黎巴内维和部队在完成专业技能、分队战术和安全防卫等科目的集中强化训练外,还对疫情防控进行专攻精炼。 他们将部署在黎巴内南部请临以色列边境地带,主要担负扫雷排爆、道路修建和人道主义救援等维和任务。 我们此次赴黎巴内维和部队专门组织了防敌取射武器袭击、防空袭和迎门应急等多个科目的训练演练。 同时呢,我们还选派了优秀的骨干到武警部队学习安全护卫等内容和科目,就是为了我们能够部署到位以后,能够第一时间进入战位,圆满地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 据统计,中国复理维和部队以累计完成约200万平方米疑似雷区爆炸物散落区,以及14000余米巡逻道路的搜牌,发现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物共1.4万余倍,圆满完成蓝筒灾设、掩体群构筑、踢行墙吊庄等工程防护保障任务100次。